我們現在公布另外三個生肖 我們剛剛講的蜀跟牛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豬 蜀牛 豬是西北方可以在文昌地區 文書普上 蜀跟牛就在北方 老虎的話就是逢到雞 馬 豬 陽年 特別的有文昌運 而且老虎本身就是一個義馬鑫 所以在義馬鑫的那一年 去遠行 例如說你要考試的話 或是你要考例如說像我朋友要考教師生肖 有時候北部考很不好考 那你就要去南部考就會考到了 什麼意思就是你要去外地考試 然後再回來你的本地 有 有 我家照額在台南考 我家照額在加拿大考的地方 對 很遠 真的 很遠 真的 所以18歲剛好在加拿大 所以我就再回來 所以有些人的公民一定要在外地 然後再回來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的小孩 真的沒辦法安心的念書 安定的念書 所以讓他出去啊 出國 然後再回來 那他就會變成頂呱呱了 很了解 就是台灣考不好 在國外面 比較是國外 好 蘇富的 逢到狗年 兔年 蜀年 跟陽年呢 特別的有考試運 明年很高 其實這樣很適合考試 是 所以明年應該很競爭 對啊 所以要自己要努力一點 但是如果兔年來講的話呢 因為兔本是一個桃花 好不責任的翅膀 你聽人家說明年考運很好 對啊 然後你現在這麼多人 有時候很競爭 可是因為考運好 不代表你富人不努力嘛 對啊 如果只靠運氣的話呢 也只有30分 對啊 但是我想真的考運是滿重要的 沒錯 剛好你背的都老師有考出來 對啊 可以走運啊 沒錯 照理來說明年 應該是這樣講的 明年衰的只有牛吧 你牛的明年 我都沒有演 對 所以陽年明年 真的有很多生肖都蠻旺的 好 那數處來講的話 本身就是一個桃花心嘛 那桃花心來講的話 他的功名是要靠誰呢 靠貴人 例如說呢 如果你真的找不出方向的話 那你去補習班 你可能會遇到好的老師 好的好的貴人 去質疑你 有一個題庫嘛 那你就背題庫 背一背 就考上了 所以呢 兔年的公民呢 其實要靠貴人來幫你牽引 是 然後會更好 好 屬龍老師好朋友 好 屬龍的朋友呢 就逢到豬 屬 牛 雞年 會特別的好 那龍呢 本身呢 他會有點志士甚高 所以呢 他逢到公民運的一年 最怕什麼 最怕他用自己的想法去考試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可能覺得 這個應該會輸 但是呢 偏偏就不輸 考前猜題就對了 然後就一直猜錯 猜錯 所以呢 他這個時候呢 就是什麼都要背 什麼都要命命俱到 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向 有時候 有些人啊 他就是讀這個 偏偏就要不考這個 他就真的不能靠自己了 對 就像很多人說 買熱頭有沒有 有些人有偏財運 有些人沒有偏財運嘛 對 所以呢 就找沒有偏財運的人 叫他選號碼 那組號碼就不要簽 就好了 哈哈 趕快加這個 搞不好 啊 所以有些 有些人完全不會送啊 不是 你真的是我的貴人 你幫我選一組號碼 他說好 其實這組號碼 這組號碼就沒有人家都幫我 你真的按好嗎 不好意思啊 對 然後你就會裝 這也是一種方法 這也是這個方法 所以呢 教大家啦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好 那我們剛剛講呢 這個是北方北方對不對 那北方北方呢 這個就是屬於東方跟東方 東北方 虎就東北方 然後這兩個是東方 可以去拜文書菩薩跟友昌帝君 去求考慮 豬也是北方嗎 豬的話是西北 西北 對 好 了解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你應該是工程師有記的 你最好不要太提提 要穩紮穩打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你應該工程師有自己的書房 有 有工作室 在哪裡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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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哇塞 生疏潛入城市設計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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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男人腦女人生欸 哈哈哈哈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都是男生的都工作啊 所以我覺得女生念這種 東層上面的東西 不是很硬嗎 對啦 其實會比男生輕 所以你以前小時候 是就對這個有興趣 對東層 因為我是一路念字關 就是電腦相關的 嗯 所以你們班就都男生欸 幾乎 我們班好像才五六個女生 對啊 這樣應該也蠻吃香的啦 還好 因為可能個性 所以我們男生也比較好 所以他個性也還蠻man的感覺 我們都看懂裡面在學校 對啊 什麼 這可以吃我們的救星 你是看懂得寫什麼嗎 懂得寫什麼 逛逛 要有工程師的頭腦 真的是要非常的有邏輯 然後那個頭腦很清楚 所以他的書桌應該是擺得很好才對 沒錯 他這個書房呢 確實是比他會客廳 然後廚房來的好太多了 因為他這個書房來講的話 你看店門口開這邊嘛 然後他坐到這個對角呢 剛好也是這個房子的名財位 但是你看他是從籠邊這樣進出 然後他的右邊虎邊 又是一個窗戶 所以這叫做呢 就是龍虎相對應 那龍虎對應的話 坐到這邊呢 確實是可以那個頭腦很清晰 而且你看 事情很有效率 還有他所謂的工程庫 這眼鏡鏡也太妹了吧 是給貓水的 貓水 貓水 欸又還有一個 欸 工程師 對啊 對啊 妳真的是 十二九度工程師欸 真的 我覺得妳好 就很不女孩子的感覺 他用的東西都是好像蠻男生的 顏色的顏色 特別對不對 大家都這麼說 一路的情路有順嗎 這還 沒有啦 就還還OK 好像女朋友在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 對所以我如果跟女生在一起 就不會有這個風險的問題 嗯 你應該也有想要說是 想要休息一下 交個男朋友團團的愛愛吧 嫌不下來 我覺得 真的 嫌不下來就是沒身份 而且你家裡不會擔心你嗎 因為你一個人這樣子 身份這麼多重 又在台北大拼 其實會的 就會一直想說 就是可能放棄唱歌或放棄什麼 家裡人會叫你放棄唱歌 對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 就說你剛剛在寫工程 那個是不是 他們覺得這是我的本業 有一點比較穩定 很穩定 真的那天中 真是大間 就是真的可以好好做做 人生每次都看我的形勢 就說 欸你怎麼收到你的表演 那我也要去 對 他就會一直跟著 對 然後不是 一直跟著 不過我覺得他很 然後你在外面開場的時候 他就在台下拉扮 然後去一下 看看自己有沒有機會 哈哈哈哈 這很奇怪 真的 他手勢會訪問到我 他這個除了老母對應之外呢 其實他這個啊 原本這個牆壁有沒有 這個柱子其實是有切到的 但是因為他前面放的書櫃呢 等於說把這個壁道呢 全部把它補齊了 有 所以非常的完美哦 嗯 所以呢 他這個書房確實可以增加 他的考試運啊 或者說他的試驗運啊 都沒有問題 他連櫃子都選的是那種 很公務員的櫃子 但真的很實用 很實用 好 像是鼠蛇 鼠蛇的朋友 鼠蛇呢 逢到鼠年 雞年跟龍年還有虎年呢 特別有文昌哦 那鼠蛇的朋友呢 本身呢 他就是有小聰明 而且呢也很 就是說他的智慧很高 因為蛇就是小龍嘛 所以呢 他不像龍這麼霸氣 所以他還是會轉彎的 劍風轉舵 那鼠 逢到這個公民的年來講的話呢 你要記得要改變這個劍風轉舵的個性 什麼意思 當你在考試的時候 面對考題啊 或面對準備的時候 你要有一貫的自己的那個 就是一個道路 你不要就是好像自己在那邊小聰明 然後去想說他是不是會出什麼變化題啊 等等的 就想太多 對 想太多 對 想太多聰明目了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是鼠馬的朋友 逢 牛 馬 兔 狗年呢 也是特別有文昌運哦 但是鼠馬的朋友呢 特別的那個 勞碌 勞碌什麼意思呢 他的公民呢 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文昌考試這樣來的 他可能要考比較像是 學科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要考一些術科會比較厲害一點 那如果是考學科的話 你想要多背幾次 然後要多準備幾次才會過關哦 那姓馬的會不會比較辛苦 姓馬的可能在今年太歲的年啊 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甲午馬年嘛 明年就比較不適合考試了 對 明年就比較不適合考試了 所以屬蛇跟馬呢 適合在南方 去做文書菩薩 對 拜拜這樣子 接下來屬羊的 好 屬羊的朋友呢 蒙到虎 兔 羊 本命年 還有豬年呢 都特別的有文腔韻的哦 所以羊的朋友呢 跟牛一樣哦 也是很適合去考一些土地啊 等等那個證照 然後也特別適合在這幾年呢 去買房子 也會有財可得 好 那羊的話呢 就到西南方來去拜拜祈福就可以了 好 書桌放置得宜 讓江貴宜讀起書來得心應手 除了龍開口 虎開闊 後有靠 放在柴位之外 前方的壁刀煞也擺了書桌化解 而生效屬蛇的人 公民年在屬 雞 龍 虎年 屬馬的人 公民年在牛 馬 兔 狗年 屬羊的人 公民年在虎 兔 羊 豬年哦 而在一行人要前往房間之前 小鎮佩珍發現了一個詭異的地帶 他的廁所在一個 是算這個中間嗎 還是不算 不是 他沒有這個中間 對 我覺得你旁邊靠的這個牆比較怪吧 他拖出來了 那最後你在靠哪 就是廁所這邊在爬是不是 對啊 就差一個人住而已 這個牆不是就變成有一點切到廁所 其實他是可能應該是要增加 客廳的主牆面的寬度 所以他特別來把它做出來 我覺得就是他騎一騎 發現騎太過頭了 所以他做這樣 有味道 不是有騎有剩 所以他應該是在把這個加長 加長長對不對 好 其實他這個主牆面變寬的時候 客廳空間感覺會變大 對 那是因為他這個牆面 剛好衝到這個廁所 那衝到廁所門來 就是形成廁所的一個壁刀 那廁所壁刀 因為我們講廁所就屬 泌尿系統跟婦科的問題嘛 所以如果說女生來講 他泌尿系統啊 就很 如果長期樹下的話 很容易會有雪光開刀的問題 因為這壁刀就是一個刀光劍影嘛 就是一個雪光的意思 那怎麼辦 廁所要用門簾 對 用門簾吧 花姐 因為其實呢 他這個房間跟廁所門 有點尷尬的地方就是說 你們要進到房間之前 就看到這個大門有沒有 大門就會直接 對 那應該你一開門 可能就見到你的床樓 而且你床床床的很裡面 也沒有之後 平常不會開房門 對 所以你平常破門而入啊 對 就真的 我要睡了才會開門 而且你從客廳內的那個雙房 像平常到睡覺的 啪 心床破門 我都愛他 就是你知道在這個房間裡面 你門是不會打開的 對 他自己住可能就沒有安全的 好 這邊 哇塞 你看 你們就看到床了 還是都沒有 而且直接看到 對啊 裡面是紫色的耶 我發現每間房間顏色不一樣耶 裡面是藍色 然後再紫色 然後廁所是 是點黑 是灰色 灰黑色 對 其實如果家裡呢 五顏六色的話呢 其實也是不太好的 為什麼 房間五顏六色 彩色人生變黑吧